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道接 路接到這個 那其實我會發現裡面還有一些 就是說可能除了這些之外 它還有什麼 它連沒有路沒有接沒有到 就是只有幾號的 還有什麼 還有屬於不完整的地址 那就另當別論了 反正我們就先針對 比較正常的 不正常異常的就是先不用管它好了 不然的話這個程式會越 越寫越複雜 那我剛剛提過那個邏輯就是說 因為我如果要知道 比如說這個這個街 這個萬寧街對不對 那我需要知道幾件事情 如果說它前面如果有里的話 那就先抓里 如果沒有里有區的話就抓區 那像這邊的話還有零 這邊有多一個零 如果有零就先抓零 如果有里在 所以這個是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再來就是第三順位 有沒有 然後就知道說 它的位置在哪一個 我就把它加一 就下一個字 再到如果後面的話 有路就先抓路 如果沒有路就抓街 如果沒有街就抓到 OK就是也是一樣 三個邏輯 所以基本上 理論上是 開頭是三重邏輯 三重邏輯 後面也是三重邏輯 那問題是如果用 Excel裡面的函數來處理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 至少三個函數可以玩的 一個是 Mid 一樣切割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用fine fine是尋找 第三個的話就是if 或者ifl 它會出錯的話 但我跟各位講 那個做完之後 發現實在太複雜了 光那個公式 一大串 所以後來發現 乾脆 像這種比較複雜的邏輯 還是交給VBA 比較恰當 不然的話你光用Excel那個公式的話 你真的會投暈 而且很容易做錯 那至於怎麼做 我先demo給各位看 第一個 我把最後 做一個按鈕按下去 基本上 它就全部OK了 有沒有這個 這是方法一 方法二的話 還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因為它如果內建 假設沒有 這個函數的話 我可以用VBA制定一個函數 他將來會產生一個使用者定義 那我已經寫好了 所以我這邊是demo 先給各位看 這個是做完的 然後會有個什麼 入接到函數 那我只要給他地址 他就給我結果 有沒有 這個就一個妨礙 你就只要點兩下就好了 他全部就OK了 可是呢 像 這個東西該怎麼做 這個是VBA的最基本 剛剛提過的 這個按鈕的話 在VBA它叫sub 那這個東西插入函數的話 在VBA它叫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TIO1 OK 這個叫sub 按按鈕 這個叫Function 這個叫制定函數 那這兩種方法 其實就是VBA最重要的兩種 這個 這個方 這個形態 OK 那我們要怎麼做 其實 這兩段程式雲端上也有 那我主要是跟各位講如何做 那首先第一步 你要做 先做講sub怎麼做 1 我們先切到VBA 2的話呢 我們直接 在模組裡面 但如果你要把 這個 跟剛剛的程式放一起也可以 或者如果你不想放一起 你另外再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另外寫也可以 都沒有關係 那我這邊是直接把它放到下面就可以了 那首先的話我要打什麼 好我們重來好了這邊delete了 第一步的話呢你至少要會打什麼 打sub 這邊我打個sub sub然後後面的話給他sub的名稱 sub名稱叫做 入接到 所以以後你在模組裡面你只要打sub空一格 入接到按Enter就好了 他會自動幫你增加那個後刮弧跟End Sub 特別是他這個結構就OK完整了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 產生邏輯判斷 那哪些邏輯判斷 只有兩個部分邏輯判斷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有0的話就找0 如果有 在 如果沒有0的話就找0 如果有 沒有0的話就找0 最後才找0 就是多重判斷 該如何撰寫 那如何去找 找到他的位置 並且把它記下來 找到位置 並且把它記下來 所以如果要把剛剛的這個敘述 把它寫成對應的程式的話 那這個你必須要熟悉 OK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些問題 不斷不斷在發 因為你將來如果要做一些資料 統計分析 沒有辦法產生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後面就不用做了 那如果你 假如要土法煉鋼的話 光這些資料 有些都幾千幾萬幾十萬百萬筆的話 那你怎麼辦 你還土法煉鋼嗎 一定有每天很多人都在土法煉鋼 土法煉鋼 光 我看 真的做到厭世吧 想說 怎麼還沒做完 OK 所以你一定要會 我覺得 工作裡面不會沉思 尤其像現在 BigData嘛 所有都是大數據 大就是人工無法 這個 負荷的一個 一個數量 所以 那我們一定就是要會沉思 所以第一步 我們要先抓到 所以剛剛的邏輯 當然最基本的就是if 如果 if什麼 再來的話你需要去找 找那個資料 那個資料的話呢 我們先跑個回圈好了 所以這個一般是 從頭到尾 我們就先打個4 從4i 在哪一列呢 在 4i 4i等於 等於第幾列 從第2列到第幾列 到 最下面一列的話 我用追蹤的好了 或者當然你可以 Ctrl向下 就可以知道這邊幾列 Ctrl向下 總共 3008 3008 但你用追蹤的啦 我先用3008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這個範圍就是我們要 判斷的 這個資料 總共幾列 那再來的話 寫一個 寫一個邏輯 if什麼 如果呢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在第幾欄呢 你就跟他講 if 他在區欄 他在區欄 這個區欄 裡面的資料 如果有零的話 幫我找零 如果有里幫我找零 如果有區幫我找區 那找的話 在VBA裡面叫 VBA有個函數 叫 點 他叫 你打個VBA點 他就隨便列出來 Instree I N S T R 那找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他主要兩個參數 一個是去哪邊找 去幫我在儲存格裡面 儲存格 Sales I列 I列的第幾欄呢 區欄 幫我找一下 找什麼東西呢 豆點 幫我找零一下 零 所以你就 前面是你要找的資料 後面是 前面是哪個儲存格啦 後面是找什麼關鍵字 找零 OK 這邊 然後後刮弧 那如果有找到的話 幫我記下來 所以空一格 then 然後一般是 再加endif 先把endif 結束 那如果 幫我記下來的話 A就多一個變數 A等於什麼 A等於他找到的位置 找到位置就是 把這個VBA這一串 直接丟到A 意思是說它是在第幾個字 比如說零像這邊的話 這邊有 底下的話 如果有零的話 那就 就數第幾個位置 把這個 位置 寄到A裡面去 那可是問題來了 第二個 如果 我要找零的話 沒有零喔 所以接下來 你可以把這兩行 複製一下 Ctrl C 貼到這邊來 前面加一個 else Else 加一個else 其實就是 這邊加一個else 前面elseif 就是第2個條件 如果呢 沒有零的話 那幫我找什麼 找理 所以你接下來就再找理一下 理 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找理 OK 好 然後一樣把它記下來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就是 如果沒有理 那再找 區 所以區的話 再把這兩行 複製一下 貼下來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再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區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懂 我在做什麼吧 坦白呢 你只要做一個之後的話 底下就用貼的啦 第一次一定是1符 第二次以後的話 就是前面加一個else 所以意思是說我先找零 如果沒有零就找理 如果也沒有理的話 就找區 所以最後final就是 就是區了 沒有區的話 那如果沒有區的話 那個資料就是 不是正確的 OK好 那所以我會把 位置記到a 好 這樣的話我就完成 再來 第一步 前面的部分 OK了 所以這個是 前面的第一個判斷 所以這個也許在前面 所以你可以加一個 註解 奇怪 這個是第一步 然後後面可以打一些事 這個是第二步 然後第二步做什麼呢 第二步就是判斷後面有沒有路 如果有路就抓路 如果沒有路就抓街 如果沒有街就抓到 其實邏輯跟上面很像 所以你可以甚至拿這個來改都可以啦 Ctrl C Ctrl V 然後這邊的話 去幫我找有沒有路 如果有路的話 就幫我找路的位置 然後呢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記下來 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 這有路 那 G的位置呢 就不要放在 A啦 就放B好了 這個就換一個名稱 不能不能一樣 不然的話 變成說 主要是 抓 前面的位置 跟抓後面的位置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 這個路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再來就是街 因為如果沒有街的話 那再來最後 我記得好像就是道 因為還有市民大道 比較特殊 所以這邊的話就把 把它改成道 好那這樣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我已經知道什麼 知道那個頭跟尾 的位置 OK 然後放在哪裡呢 開頭是A 所以我要的資料應該是A加1 區後面的這個字 然後呢 要幾個字呢 就是 把什麼 把後面抓到的資料 這個B 減掉什麼 減掉A 那就是他應該要有的總共字數了 OK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樣把這邊把它刪掉一下 如果我要跑 最後的話就是再輸出結果到哪裡 到這個位置 所以呢 這個位置 Sales 儲存格 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欄呢 第F欄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等於什麼呢 等於Mid 一樣用Mid切割 Mid 切什麼 切那個 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資料 我用這個來複製改比較快 這個 把它改成 G 然後 逗點 哪一個字 有沒有 START 哪一個字開始啊 所以從A A就是找到這個的加一個字的後面 逗點 幾個字啊 那就是什麼 B 減掉 A 然後過啊虎一下 好 程式 就 寫完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反正呢 這個說真的沒有很複雜 但是就是 要熟練 只是說你把什麼 把實際上發生的狀況 把它分別敘述 後面就可以再打一些註解 好了之後我們按F8好了 因為不確定說到底是不是 是否正確 我們按F8 來看一下 他會先抓 I等於2 所以第2列 裡面幫我找找看有沒有0 這有沒有0 沒有 所以跳過 有沒有理啊 有 所以他應該跑這邊 A等於多少 A等於9 有沒有 所以算過來 這個理 但第9個字 所以後面就第10個字 有沒有接 有沒有路 沒有路 有沒有接 有 有接 就找到接了 OK 12個字 所以應該是把什麼 把這個資料呢 這個資料 裡面 就從第9個字 加一個字後面 然後再把第12個字 再減掉一個字 三個字 對沒錯 把它 切到這邊來 試一下 有沒有 有了 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就 快速的跑 當然如果你要全部跑的話 就不要F8了 你就直接按下這個 或按F5 就讓他全部跑完了 啪 全部OK了 OK應該可以知道 我在做什麼吧 所以特別注意喔 其實他的結構 這個是回圈範圍 第2列到第308列 那主要其實你會發現 主要是這兩行如果你會寫 其他的都是從 這兩行 複製過來的 改而已 有沒有 只是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在那個 這邊是if 這邊是lif 這個是結束if的話 就endif 這個做完把它複製貼過來 把a改成b 把0改成ro 有沒有 最後再用切割的函數 把最後的結果切到這邊來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幹嘛啦 這個是應該聰明一點的辦法 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說真的 應該也沒有更好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方 平常都這樣寫 發現還蠻愉快的 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OK 再複雜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寫出 只要它是合乎邏輯的 你不要沒有邏輯 沒有邏輯 你要找出邏輯啦 畫面呢 再 切環給 你們試做看看好了 好了